Misunarat佛寺是 是鸾巴班最古老的寺庙 建于1512年 寺里面有一个体积很大的佛塔 叫做帕通 这个大莲花的佛塔 建于16世纪 高35米的佛塔 是采用西朗高风格 是老国唯一的同类型建筑 佛塔也被称为Tat Makmo 因为它的顶楼好像是西瓜的圆顶 所以翻译成为西瓜佛塔 佛塔位于方形的平台的顶部 在其四个角落都有一个莲花座 1887年遭到破坏 同时里面珍藏的珍宝全部不见了 这是Vat Visunarat 大殿里面的祖佛像 这支佛寺是由当时的国王叫做吉萨兰 以1718年用来自湄公河的十万块石头建造的 它的意思就是十万个宝藏神殿 为了纪念佛陀2500年的诞成 以1957年重新修复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佛寺里的立佛殿 里面有一尊高高的战红花色为背景的金佛像 帕曼那龙 这座佛寺始建于1375年 在大殿里有一个座座的巨大青铜佛像 高越6米 重越2顿 据报道 佛陀的手是在16世纪后期 法国和泰国之间的战争中脱落的 战争结束后 老窝人用水泥同建了四中的手臂 Vat Milna的名字来自Mum Mum等于12公斤的重量 Vat Milna也称为万道田佛寺 这是因为每个村民于1533年 为了建造这座佛寺 而每年布施大米的重量 Non-Sikon-Mung 这个佛寺是Lang Prabang的大寺庙之一 它始建于1729年 是当时的英大宋国王统治的时候建的 但是在1774年被大火余为平地 唯一从大火中幸免的是一尊青铜雕像 泰国人以1804年进行了船面的修复 从而在设计中引入一些泰国的元素 这尊青铜佛像被称为Pratzao Ong Sen Saksik 寺庙的牧穿和门楣 刻满着精美的雕刻 Lang Prabang于北25公里 位于复干湄公河的石灰原宵壁山 是相当出名的一个山洞 叫做Pratzao 这是一座16世纪的寺库寺 里面供奉了成千上万的佛像 根据老国的传说 几个世纪以来 这些寺库一直是令人崇拜的地方 因为河神就是住在那边 这些洞库是16世纪由老我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Settatira国王发现的 早上6点 僧人们赤柱行走在大街小巷 整个城市也会随之苏醒 不同的寺院组成不同的队伍 走不同的路线 接受信徒布施 僧人队伍都是以长者为先 走在前面 年纪小的排在后面跟随 传统的布施 主要是以糯米团为主的饮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